在这寒冬中末的十二月,鼠蛇的朋友们将迎来一波意外的好运,彷彿冬日里突破重围的一线阳光,为你们的生活带来温暖与希望。 在命运的催化下,工作领域将显示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与机遇,让鼠蛇的人们在这个月份气势如虹,得新应手。 如果你是一位努力工作,一直在等待突破的鼠蛇人,十二月可能是你九等的机会到来之时。 假设你在职场中遇到了一个珍贵的项目机会,这将是你展现才能,实现梦想的大好时机。 在得知这一消息后,便要立即采取行动,全力以赴,因为此时的努力将直接影响到你职业路上的一大步跳跃。 在财运方面,十二月对鼠蛇人而言,彭扶是一个福星高照的月份,如果你有投资的计划或者喜欢买彩票,这个月份可能会为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收益。 当然,万事起手需谨慎,合适的风险控制仍是必要的,但不妨大胆一点,在此月把握机遇,您可能会发现自己成为那幸运儿中了大价。 在健康与生活质量方面,鼠蛇的朋友们在这个月里注定能获得更多的欢乐和满足。 可能的假设事件包括,在一个寒冷的晚上,您可能意外地捡到一笔钱,或在街边发现一份遗失的宝贵物品。 这些意外的小幸运,不仅会带来财富的增加,更重要的是,会使您的心情变得更加美好和满足。 关于家庭关系,十二月是一个促进家庭和睦与温馨的月份。 鼠蛇人可能会发现,与家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融洽,彼此间的沟通与理解增加了。 这对于增强家庭的团结感和幸福感非常有帮助,是值得感恩的好事。 在十二月,鼠蛇人的好运不仅局限于财运和事业上的提升,更在于人际关系和精神层面的丰富。 如果您是鼠蛇人,而且正在寻求提升自己的社交圈或精神生活,这个月份提供了绝佳的时机。 社交方面,鼠蛇人可能会遇到一些关键人物,他们将对你的未来发展产生重要影响。 这些新的朋友可能来自不同的领域,但他们会带来新的视角和机会。 因此,如果在这个月份有参加社交活动的机会,一定要抢住机会去参加,积极展示自己的魅力与才能。 随着你的社交圈的扩大,你会发现更多的门路和机遇为你打开。 精神层面上,如果您一直有想投身于某项爱好或学习新知识的想法,12月正是开始的最佳时刻。 在这个月,鼠蛇人的学习能力和吸收知识的速度都会得到提升。 如果你能够抓住机会,那么可能会在未来某个时间点,因为这些努力而得到意想不到的回报。 对于感情生活,单身的鼠蛇人在12月有着更高的机会遇到心仪的对象。 而对于已经有伴侣的鼠蛇人来说,这个月是加深彼此了解,增强感情的好时机。 无论是通过共度浪漫时光,还是一起面对生活中的小挑战,都会让关系更加紧密。 最后,对于鼠蛇人而言,12月还是一个适合减压和自我修复的月份。 年终之际,不妨给自己设定一段悠闲的时间,无论是一场旅行,还是在家中的一次深层放松。 在好运的加持下,这将是一次身心灵的疗愈之旅。 在这个充满魔力的月份,每一天都充满了不确定性和可能性。 鼠蛇的朋友们,请保持开放心态,积极面对生活中的每一次机遇。 愿你们在这12月,不仅让自己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,也未来年铺垫一片光明的未来。 12月,对鼠蛇人来说,是一个充满机遇与挑战的时期。 但只要对好运抱有信心,积极应对各种挑战,善于把握机会,这个月将会为你带来丰厚的收获和无限的快乐。 祝愿所有鼠蛇的朋友们,在这个美好的月份中,一切顺利,福气满满。 其实生效运势的高低,是所有人都无法去操控的,唯有修行自身的智慧,是趋吉避凶的唯一法则。 在这里也分享一篇文章,希望各位有缘的朋友,能静下心来,好好的读一读,也许能给你一些简单的领悟或心灵的沉淀,相信这对你未来的运势会有很大的帮助。 诸葛武侯说过,服君子之行,静以修身,简以养德。 非但博无以明智,非宁静无以致远。 真正的君子,必然会以静气来修养身心,以简朴来提高自己的德行。 无法看淡功名利禄,就无法明确自己的志向。 没有宁静之心,就很难有长久的未来。 我们常说修身养性,可到底该怎么做,才能更好的修身,以及培养自己的性子呢? 关键就在于,修心。 修养自己的心态,提高自己的境界,于尘世当中破出一切的贪嗔痴,以最纯粹的姿态去面对生活的一切艰难困苦。 这所谓最纯粹的姿态,到底指的是什么呢? 两点,一约干净,二约简朴。 人之内心,最好要干净。 人之日常的生活状态,最好要简朴。 不因为物质的欲望而影响自己的内心,不因为得不到的一切而过分纠结。 有句话是这么说的,生活是自己的,而不是别人的。 生活是内心的,而不是物质的。 一个人,如果能够在这些方面保持干净简朴,那是此生最上乘的风水。 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道当中,多少人因为钱财而变得疯狂,多少人因为利益而做出魔幻之事,让人触目惊心。 特别是在这几年,人与人之间反而没有了感情,只剩下无休止的金钱物质。 这,其实不是好事,而是人心躁动的开始。 试想,一个人的心躁动了,了不起就影响了自己,而一群人的心都躁动了,那影响不就巨大了吗? 物欲可以有,但不能膨胀。 因此,有人就提出减法的观念,倡导人生要做减法,减少物欲的影响,还自己一个安静美好的生活。 减法的核心,说到底就是简朴,钱财赚得差不多就好。 倘若钻到钱眼里面去了,也许终其一生,我们都不会幸福。 哪怕是事业,尽力而为,那就没有遗憾了。 结果什么的,交给上天来安排就行了。 我们所能做到的,仅仅是顺其自然罢了。 苏氏有言,福明福利,虚苦劳神。 叹戏中居,时中火,梦中身。 一切的虚名福利,从宏观的角度来说,都是毫无意义的。 它除了给我们带来劳累和痛苦,貌似就没有太多的作用了。 只是悲叹,人生如同白鞠过戏一般,眨眼而逝。 狮子敲打的一瞬间,火光眨眼而过,人生就匆匆而逝了。 你我,皆是这尘世间的梦中过客。 世人之所以看不透虚名,不是因为虚名带给他们多少的实惠, 而是因为他们放不下所谓的面子,被小小的虚荣心给连累了。 身处于人情社会当中的我们,往往把面子看得太重了, 就像没有了面子,人生就过不下去一般。 这,又有什么必要呢? 虚名什么的,能得到就得到,而得不到就算了,保持内心的清净简朴,才是正道。 在这个年代,我们经常听到养生这两个字。 对此,我们该思考一个问题,到底什么是养生呢? 有些人认为,吃保健品就是养生,有些人认为,天天运动就是养生,有些人认为,少吃饭,少肥胖,就是养生。 其实,人们所关注到的,都是浅层次的东西。 要知道,保健品吃多了,身体内部的化学物质就多了,不是好事,盲目,无节制的运动会影响身体的,什么刻意不吃饭,更是骗人的营销话术。 对于生命,王阳明在临终前写下了八个字,此心光明,亦抚合眼。 曾国藩也感慨,寡言养气,寡是养神,寡欲养精。 人,纯粹简朴到了一定的程度,心也就没有杂念,天人合一了,身体也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了。 清心寡欲,做事不刻意,干净简朴,未来就光明可期了。 真正的养生,与其说是养身,不如说是养心。 心态好,无杂念,长久不息,心态不好,杂念丛生,一切皆事与愿味。 跟别人交往,永远都耍小聪明,那是没必要的。 人,能够算计一个人,能够算计十个人,但无法算计所有人,更做不到算计老天。 人在江湖,总是不择手段去做事,违背自身的原则去做人,那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。 真要到了老天算总账的时候,每个人都在劫难逃。 为什么有些人到了中年,或者到了晚年,就睡不着,总是疑神疑鬼,甚至连敲门声都怕? 就是因为他们做的坏事太多了,内心产生了无穷无尽的心魔。 王守仁认为,破山中贼意,破心中贼难。 无数人都败给了心中贼,都败给了那无休止的恶念。 否则,平生不做亏心事,又怎么可能怕半夜鬼敲门呢? 身干净,心明亮,待人处事,保持一身正气,成以待人, 简以生活,乃是内生外王之道。 好了,以上资料来自于网络,那么分享就到这里,天道酬勤, 要记得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,祝福各位亲爱的朋友, 福气满满,财气满满,身体健康又逍遥,下期见。